充斥全世界最多罪恶的社交软件 电报的老板杜罗夫被抓了 那关于电报最大的这个集体犯罪事件 就是韩国的N号房了 N号房这个事儿啊 就是强迫少女 甚至还有未成年少女 在直播间里面搞那个色情直播 对吧 甚至还有一些更猖狂的一些个东西 我在这儿我也没法描述 大家有兴趣自己去查一下 它这个软件的特点呢 就是无法被追踪 无法被破解 用户的这些信息呢 也没办法通过监管去查得到 所以呢除了用户自己呢 他如果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话 那别人就是真的是没办法去知道 所以韩国这个N号房事件啊 他也只能在电报 这样的一个温床里面去自身啊 那最后这个核心罪犯啊 怎么被抓到呢 实际上也不是说通过什么技术手段 那就是最原始的去蹲守 对吧 蹲守了半年 最后才一点点的去找到了这个核心罪犯 就应该叫博士吧 才把他抓到了 然后再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 就是今年初的时候 在俄罗斯的那个莫斯科 一个音乐厅嘛 对吧 发生了恐袭事件 应该是死了不少人的那一次 当时呢 杀了好多人的这四名犯罪分子啊 他们全都是在这个电报里面 被人招募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之间的这个联系啊 也是通过电报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这个事情啊 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前 酝酿啊 包括筹化的时候 都一直在电报里面啊 去招募人 俄罗斯政府竟然完全没有掌握 那原因呢 就是他的这个信息 确实是十分保密的啊 当然这次法国抓这个杜罗夫的时候 也说了啊 就是电报这块 涉及一些这个国际贩毒 国际犯罪这些事情 但是我现在说的啊 他都是一些犯罪层面的事情 算是一个对于电报来说 不值一提的东西 那他最主要的危害啊 对于全世界各国来说呢 更多的就是 制造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你比如说啊 全世界各地爆发的这个颜色革命 缺不了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就是 完全就是一个居中协调啊 他们暴乱分子进行联系的一个 绝对最主要的工具啊 你包括前日的我们讲的塞尔维亚啊 那个武器齐总统 他就说到这些反政府的 这些示威人士 他们都是通过这个Telegram 也就是电报来联系的 足见啊 这个软件 其实是美国CLA的一个好帮手啊 除了这个计时通信软件之外呢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啊 就是完成这个所谓犯罪啊 或者说完成这个 所谓颜色革命这个事情的支付板块 那这个支付板块呢 那肯定就是加密货币呗 比特币呗 那关于比特币呢 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 前几年在英国啊 发现了一个保姆 他这个手里面 好像有六点几万个这个比特币 最后一追查才发现 他根本就不是这些比特币的主人 对吧 是他的雇主 一个中国的 中国人叫什么 我忘了啊 反正就是在我们国内啊 骗了大概13.2万人 然后骗了430亿 最后通过这个比特币 把钱洗出去 洗到国外 对吧 然后在国外通过比特币 往回倒这个英镑的时候呢 哎 被发现了 那实际上也就是说 这个电报对吧 再加上比特币 或者说其他类型的加密货币 然后就形成了整个的一个 犯罪链条的一个闭环 从联系到发布任务 到最后结算 对吧 完全就通过这两个东西 就能实现 所以呢 这两个东西啊 实际上说白了 就是这个世界不稳定因素的 一个分闯 当然他们只是手段 他们只是工具啊 最大的这个不稳定因素 如果往根源上倒的话 那肯定还是咱 大美利坚啊 我们刚才也说了 CIA其实对这个电报啊 包括这个加密货币的态度 其实一直都是非常暧昧的啊 你包括 其实这个杜罗夫 他在2014年的时候 实际上跟俄罗斯政府啊 就是因为一些个 好像是反政府人士的 用户资料的问题啊 跟俄罗斯政府 其实发生过冲突 那俄罗斯政府 让他交出这些用户资料啊 他但是他肯定是不同意嘛 他要追求这种 极致的言论自由 对吧 极致的隐私 最后呢 也是一来二去的啊 他就是拒不配合 最后还在照片上 给普京述了个中指 那俄罗斯警方这边 肯定是不愿意啊 就给他施加很大压力 也是把他关起来了 但最后呢 很快这边 就是西方的一些个 什么社会团体啊 就联名大概24个机构吧 施压俄罗斯 说你要保证这个基本人权 对吧 你要维护人权 那所以呢 最后俄罗斯也是 没办法就把他放了 放了之后呢 这个杜罗夫就把这个 公司总部就搬到了这个迪拜 那等于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实际上他跟美国 或者跟CIA这边啊 实际上是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共赢的关系 但为什么这次 被法国给抓了呢 肯定还是美国在背后受益的啊 法国表面上说 是为了一些什么犯罪的资料 什么这些问题 我觉得这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还是 它影响到了美国的 这个舆论宣传的主导性 这话从何说起呢 这个电报 它实际上在东欧 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啊 以及这个周边国家 其实他们使用率是非常高的 那这次俄乌战争的 所有遗手资料 都是从这个电报这边流出来的 那流出来这些信息里面啊 有对美国有利的 当然也有对俄罗斯有利的 那这个呢 就非常的影响 美国整个的这个 舆论宣传的这个主导性 对吧 有些东西对俄罗斯有利 那也被拿出来 被全世界人都能看得到 那这对美国的舆论宣传来说 就是一个不利的局面 这个时候的电报和杜罗夫 它就跟美国之间 形成了一个利益的冲突 类比一下 其实这个事情 就相当于是 TikTok在美国 TikTok在美国国内呢 它展示了很多 巴以问题的一个真实的一面 本来你说在美国 本身控制下那些 什么Facebook对吧 还有Taiter上面 它实际上是可以监控的 对吧 美国政府其实是可以控制的 但TikTok呢 反映了很多真实的 巴以的这些个视频资料 结果你看 就在美国国内 给美国政府制造了 非常多的麻烦 等于说 他们在美国的这个 舆论宣传方面啊 就失去了主动性 所以你看TikTok 为什么会被不断的去修理 那这个原因所在的 就是这里 等于说TikTok反映了 这个巴以问题 最残酷啊 最真实的一面 不利于美国 那电报呢 就是在俄乌战场上 展示出了一些 对美国不利的东西 影响到了他们的 这个舆论霸权 所以电报跟杜罗夫 就保不住了 对吧 现在就被扣了 那你说在这过程中 美国没有联系过杜罗夫吗 没有跟杜罗夫 要求过让他合作吗 我想应该是有的 但是以杜罗夫的那个脾气 对吧 他敢给普京述中指 你觉得他会配合美国吗 他肯定也不会 对吧 那这个人他就是比较轴 他就是向往这个 所谓的极度的自由 对吧 极度的隐私 隐私权 那这个东西到底对不对呢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自由啊 包括隐私 他一定是有一个边界的 对吧 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边界的话 你可以想象 你如果说一个国家 没有法律 对吧 我想干嘛干嘛 我要完全的自由 那这个社会就变成了 弱又强食了 对吧 弱者肯定是很难分身的 所以他必须要设立一些规则 才能让这个社会 稳定的啊 良性的去运转 那我们说隐私也是一样 你如果说你极致的隐私 对吧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对吧 别人都不会知道 你想说什么都说什么 别人也不会知道 那一定会滋生出一些 不好的东西 你想如果说 真的有一个地方 可以追求到这种 极度的自由和极度的隐私 对吧 那他一定会滋生出来 一些非常不好的东西 那如果因此一些罪恶 发生在这些支持自由 支持隐私的这些人身边的时候 那你想想 他还会因此而支持 这个完全的自由和完全的隐私 对吧 其实这个道理 大家很明显都能接受的 但是呢 你可以发现啊 你就像 其实国内很早就进了比特币啊 对吧 包括这个电报的使用 也是不被允许的 但这样就容易落人口实啊 对吧 说什么不够自由 对吧 剥夺我们的隐私 什么什么之类的啊 然后你看国外 怎么保护隐私 对吧 怎么尊重人权呢 对吧 怎么保护人的自由 实际上我们做这个决定啊 也确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剥夺了一部分 我们所谓的隐私权和自由 但问题是 它换来的是一个安全的环境啊 罪恶不会轻易的在这里面滋生 你就跟进枪还是拥枪 它是一个道理 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 那我可能就选择 我不愿意待在一个拥枪的 这样一个社会里面 我觉得它是危险的 我宁愿放弃掉 我使用使用枪械的权利 我们总是要舍去一些东西 然后才能得到一些东西 不可能说既要又要 对吧 也不可能说去走走一个极端 那至少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 是一贯的 对吧 我们怎么做 我们也怎么说 但你发现啊 不管是美国 或者我们统称为西方吧 就是他们总是说一套 做一套 他们嘴上说的天赋人权 对吧 尊重个人隐私 但实际上棱镜门 这大家都不用我去细说了 对吧 那美国政府其实也在监控 他自己的人民 而且在杜罗夫与普京对抗的时候 对吧 他们就说 这要尊重隐私 对吧 尊重人权 对吧 要赶紧释放杜罗夫 那现在呢 跟美国的舆论宣传 起了冲突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就不要这些东西了 不要他嘴上说的这些 烂七八糟的东西了 那就是抓他 所以就是从这方面 我为什么总是要说这些东西呢 原因就是 我之前也是一个 挺崇尚这些东西的 所谓的就是民主斗士 但是我越来越发现 其实我所谓向往的这些东西 它实际上是虚的 是假的 你知道吧 它是双重标准 怎么有力怎么说 怎么有力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 那套东西非常的虚伪 那今天就说到这吧 喜欢老吴的观点 请多多转发评论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